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春节假期期间 牧民朋友们举办了迎春赛马会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看 我现在正置身于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这里呢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 葛家沟村的一片山区地带 牧民们带着家中最强壮的骏马 已经集结完毕 那么在这里山谷之间 长约两公里的雪地赛道上 即将上演速度与激情的比拼 迎春雪地赛马会即将上演 好的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马鞭飞扬马蹄踏起的雪花四处飞溅 最先冲出队伍领跑的是 四位牧民和他们的马蹄 他们组成了赛马队伍的第一集团 其他选手们依次跟随着领跑马蹄 他们伺机而动 准备在合适的地方完成超越 在雪地赛马中 由于马蹄飞奔在清雪之上 所以驾驭马转弯时非常考验骑手的技巧 既不影响速度还能安全转弯 是赛手们驾驭马蹄的最高技巧 这次迎春赛马会牧民所骑称的马蹄就是我国著名的本土马 伊犁马能适应极寒气候 而且耐力非常好 像今天这样利用春节假期举办的雪地迎春赛马活动 不仅是当地牧民朋友们娱乐竞技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也成为了新疆牧区拉动假日消费 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手段